這一次八八水災 其實很多部落受到很大的風災的所怕 那就是司馬多士的經驗是怎麼看待這樣的 無論是土石流或者是外來財產開發這個山林所造成的 現在很多重建條例上是說 限期強制搬遷 那面對國家這麼大的公權力的時候 你就是這邊的經驗是覺得要怎麼樣去面對這個東西嗎 我們的傳統知識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有地震 然後有颱風 然後有火災等等的這些災難 因為它有數三個我們合作的玉子 都說那個祖母之間有兩套風騰的水 在這裡是個小谷風騰的火系 沒有人家 由他以為借珍 在那裡也有美女的錢 我很想用什麼人家的火星 大家在那裡是煞瘋了 那你不斷路還隱藏的火星 在那裡 煞瘋了 然後就是火星 假如说这个土地它原始森林 如果我们没有去破坏它 那么崩山或是土石流的情形 可能是很少几乎是没有 那么我们去到这个阿里山松物资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边真的是已经过度的开发了 然后陡峭的地方也可以开挖两千道的交通 然后呢 檳榔树都种了很多 那原本来长在那边的大大的木头呢 也都已经全部砍掉了 对面的新光部落的右侧上方呢 以前林屋局在那个地方砍树 林业开发 后来他们再种小的木头 那么真的是没有办法 造成现在土石流还是很严重 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太阳祖先千百年的经验就是说呢 这个土地你没有任意去动它的话呢 那么经过大的这个灾难 地震或各方面台风呢 都不会有土石流的情形发生呢 那么我们太阳祖先耕作的知识 不是说我们每一年开垢这一块地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一户人家 就是整个部落会分配 那以后人家可能会分到三块 那么两年就在这一块或是五年的时间 当它已经肥 这个肥份已经平几的时候呢 要种台湾次养 然后再到另外一边 然后就这样子巡回 所以它的肥份是都是保持最佳状态的 再来我再补充一下刚刚强制清春的这个议题 政府如果说要强制清春的话 政府如果说要强制清春的话 应该是要牵当地部落需要去的这个位置 那甚至包括原来这个部落的腹地呢 也完整整地给它 找一个地方这样大的腹地给它们 那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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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自己部落长者的经验 我认为平地也未必安全 真的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林边 这个社区呢 海水倒灌等等 因为温室效应 冰块 这个是海水慢慢在上升 那么上面有土石流 下面有淹水的话 那么倒不如应该就是找更适合 我们自己原住民住的地方 应该住在那边会更安全 因为这些地方 因为如果년 10%以后 没有留着 我们都没有藏 我们有个人 应该住在那边 那种都没有藏 他们真的有了 我们也要钱 他们真的是 在那边 把人家贴上 还是 他们都没有坑 他 还有 他们就要 为何都没有藏 我们就要 在那边 我们比起来 最主要不是有的一个主因之一 那么所以应该就是 政府应该要想尽办法 就是有一些配套措施 让在山上的这个居民 有一个比较保障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就是像联邦地有很多地方 都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我们不经历的 我们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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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 也是因为政府跟当地族人 最后一个补充 就是沟通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么就以我们斯马克什部落 道路这个为例 那么设计公司 然后相公署就委托设计公司 去设计这个道路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工程师呢 大概就是几公尺 大概它的集水量是多少 要放一个排水出口 好 所以它就是用那种平移的观念 所以这个路段当中 原本来不是河道呢 它就把那个排水口就放在那边 每次下大雨的时候呢 这个水就冲下去呢 那这个下面就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土石的崩落 或者是一些 一些这个崩山 所以我们就告诉它说 应该水是要引到传统的那个河道 那么因为千百年来 那个河道就已经冲刷 已经很坚固了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建议 但是呢 设计公司的人不采纳 那么我们也特别从秀软这个区块 有很多地方 有没有看到峭壁上面 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那边 喷浆啦 放一些铁网 那么过的是很多的河道呢 他们就放很多的提防之类的 从外观来看 哦 这真的是政府在花钱 真的是在做事 我认为政府那样的一个动作是 就像那个在山壁上面 崩落的山壁上面 放一些铁网跟喷浆的动作是在 蜂窝性组织盐 这个蜂窝性组织盐上面的这个山 再撒一层盐巴 怎么说呢 就像秀软这个地方 已经垮好几次了 然后还是同样的工法 垮在放 垮在放 是不是政府太多钱 我们不知道 那么我们建议政府说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钱呢 就交给原住民 我们用我们传统的方式去做 那么我们就 我们知道嘛 这个崩落以后呢 先前部队就一定是茅草 或是台湾赐养 所以我们就按照 大自然的规则来去照顾它 会比花很多很多人民血汗钱 还要来得好 如果我们都没有把握 给人家乡 牛顿把握 所以都没有把握 给人家乡 给人家乡 政府说 如果没有发包的话 他们就没有那个 那个政绩啦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目前 政府要改进的地方